我們後來追蹤到就是說 其實都委會8號 他就已經發文給專案小組委員 但是他在網站的公告呢 是13號下午的3點22分 也就是說我們昨天才看到他 前一天下午 幾乎是下班前他才公告出來 那也就是說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非常刻意操作 如果他能夠8號就通知專案小組委員 那麼為什麼不能同步就公告 那讓我們這樣子 我們覺得我們內湖區的民眾覺得我們是被突襲啊 因為整個內湖區的通版檢討 在6月份他們在辦說明會的時候 我們告訴都發局 我們告訴都發局說你的主計畫 你的細部計畫有很多很多的缺漏 也違反了那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這個實施辦法 有很多項目都是違反的 那你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程序違反你的資料內容也不夠 那麼為什麼要繼續開下去 但是都發局當時呢 他都不理會我們 他不理會我們他就說那你就告訴都委會嘛 叫我們寫信給都委會 所以呢結果這個都委會呢 他就收到了1700多人次的這個陳情的這個陳情案 那這也是一樣沒有解決啊 沒有解決這個都發局他所做的這個很草率的 缺漏缺失一大堆的這個主計畫細部計畫書 以及他整個行政的行政程序的瑕疵 我們在網路上在那個網站上面就看到說 欸今天就要開會了 所有的關心的人都來不及參與 更何況他在公告上面寫 就是他不讓人家旁聽 不讓人家發言 那這是什麼 黑箱作業 對不對 在都委會他自己的那個審議的發言旁聽規則裡面 他就有說喔 當他們要審議會議的時候啊 他要通知陳情人 而且要讓陳情人登記發言喔 這是他們的規定喔 這個是哪一個規定 這個規定在網站上都看得到 在都委會 都委會有這個規定